冒空山上种的铁观音茶香浓重 是木榨知名的在地特产 但是好茶叶的价钱 对于一般人来说不是非常亲民 而现在有在地的烘焙师傅 就把铁观音当作原料 制作成铁观音点心 希望游客来木榨的时候 有便宜又有特色的伴手礼可以带回去 不过茶叶的香气在经过烘焙之后 不容易显现 烘焙师傅是经过不断的失败又试验 终于研发出了30种口味的茶叶点心 顾客吃下去相当的惊艳 推出之后也大受好评 年业额已经突破了千万台币 假日的木榨猫空山上 人生鼎沸比山下还要热闹 不过这间高人气的小店 不是茶艺馆不是土基城 买的全是茶叶做的丰沸点心 100分给他99分 以前只吃过那个茶叶鸡吧 很棒我觉得很棒 是一个观光区的特色 客人出乎意料 在不绝口的茶叶点心 创意灵感全来自老板师傅高宪宏的烘焙厨房里 迪经面粉加包种茶粉一起搅拌 高宪宏正在做的是包种茶饼干 空气中飘散浓浓茶香 从鼻腔蔓延整个脑门 茶叶研磨而成的茶粉 清新浓郁香气加倍 不过成本也加了很多倍 用茶来做点心听起来简单 但一开始几乎难倒了烘焙高手高宪宏 差非常多啦 因为一开始曾经在试的时候 就会用一些茶液啊 比如说茶叶的茶液或是 茶汤 对那种茶液来做 那有的泡很浓 那很浓就会有苦涩的味 那那样子的做法 其实每一次做起来都不稳定 做十次十次不稳定 茶叶泡成茶汤当原料不OK 高宪宏想了老半天 忍痛把昂贵的茶叶磨成茶粉也不顺利 后来才发现其他的搭档原料 会把茶叶的香给吸水掉 用再多也是网然 喝的就是喝很清香的那种香气 可是你做的就是 它是有加的面粉 加的蛋 加的奶油 那它其实茶叶的味道 本来就不容易被凸显出来 于是高宪宏早上茶浓 从茶叶制成下手 从轻烘焙改成重烘焙 终于搞定 茶叶粉和面粉松子一起泥中 油你油我 油成长条 让它再冰镇一点 因为它会释放 茶叶的香气会释放到面粉里面去 它的香气会比较明显一点 因为我们没有加任何的香精香料 所以其实只能透过原物料的本身的特性 去做技术上的调整 冰镇后撒上白芝麻就可以进烤箱烘烤 另一头铁关银红茶生巧克力紧接着登场 麦芽鲜奶油先打得火热 再和黑巧克力白巧克力一起水乳交融 你分次加巧克力会慢慢的吸收水分 慢慢的吸收水分 可是你一次让它吸收 就是这样倒过去的话 就是一次吸收它没办法吸收掉 所以它变起来就是巧克力会变 融化掉散掉一颗一颗一颗的 在整个巧克力里面 那口感就不会那么细腻 高显红把茶叶改成重烘焙之后 以为茶叶点心的技术问题已经克服 没想到在研发茶叶巧克力时 又遇到了大麻烦 那我们就先用72%下去做 可是72%下去做 你茶叶加再多 你的茶的味道就是没办法被凸显出 都会被盖掉 原来高显红一开始用的原料 可可成分太浓 巧克力香和茶叶香互相打架 彼此盖台 经过不断试验 高显红采用不同浓度的巧克力 让层次显现 茶香就可以在空档之间跳出来 景眼味蕾 再好的一些比例的深巧克力配方 它不会是用单一品 它会是用古巴的 法国的 瑞士的 然后三个加在一起 会有一个别人没有的香味 因为它花了时间去准备了三种巧克力 那我们也是一样 花了好多种巧克力 去搭配这样子的一个巧克力的组合 它的香气就会跟一般的不太一样 66年次的高显红 苦生徒长的木榨耶娜 练书普普通通 练高职时 妈妈建议他去学一技之长 于是到传统高饼店当学徒 不像其他少年的 一年晚离世的老家 高显红耐心十足 一待三四年 跟了一个好的师傅 他会带你进入另外的一个世界 那就会看到这个甜点 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世界 烘焙做出兴趣 退伍后高显红 到连锁咖啡店的烘焙部上班 接着被许多知名店家研览 工作足迹 踏遍淡水彰化花莲等地 五年前回木榨创业 他认为要在台北竞争激烈的 烘焙市场立足 一定要有自己的产品特色 东想西想 发现木榨猫空盛产的铁观音 就是他最好的切入点 去到淡水 很容易联想到阿给 我可以买个阿给 回来给家里的人吃 然后去到了彰化 去到了花莲 我要买一个基本的伴手鱼 回到台湾 其实回到台北 给亲朋好友都很方便 可是反观我要回去 那个地方的时候 就没办法有一个很适合的东西 给同事或朋友 茶叶啊 茶叶一个人都一罐一千块 十个人就一万块 那不会是一个年轻人 有办法下手的一个东西 这款铁观音乳酪蛋糕 高显宏不加面粉和玉米粉 强调起司的化口性 才能和铁观音完美结合 之前测试的时候是 它太扎实了 就是它的起司本身的扎实性是够的 可是变成那个浓酸会盖过酸 盖过那个茶叶 那茶叶本身的那个香气 就比较没办法凸显出来 从铁观音铁观音红茶包走 陆续研发了不同口味 年营业额千万起跳 高显宏逐渐朝着茶叶点心专门品牌卖进 那现在有将近30种关于茶的品项 茶的甜点 就是因为希望我能够在这个茶的甜点上 能够一直保持在前面 所以一直研发一直研发 各种茶香陆续出炉 每到假日在猫空山上成为在地特色新景点 它有把茶香跟乳酪的香融合在一起 然后是乳酪的甜味跟铁观音 有一点苦味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很棒 一开始会觉得跟一般巧克力没什么差异 可是当它整个从那个舌尖融开以后 会舌根会有那个茶的那个铁观音的香味冒出来 我觉得蛮惊喜的 透过高显宏的茶叶点心 不少客人重新认识了铁观音的浓厚回韵 连茶农都对这个少年勒尽予厚望 如果你今天不是有机的人出炒进 你就喷了 他们不会有这种烦恶 可是我们做的有机是这种烦恶 你如果没工 你看看他在茶叶 茶叶世家第三代做茶三十年的有机茶农张福清 力挺高兴红不怕麻烦 特地为他做纵烘焙的铁观音 就是希望少年人能够替平时不花俏的铁观音 增加关注度 有技术股份喔 他没给我全力金我不知道 你的东西如果这个地方有一个名字出来 他对铁观音来说也是一个好事 所以这值得鼓励啦 创业大成功 高宪宏说他还有比赚钱更重要的目标 要继续努力 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够有一个 真正能够去完完全全去介绍铁观音茶的一个地方 配上我们的甜点 然后能够留住一个很美好的记忆 在厨房找茶创造特色 高宪宏希望他的手艺让更多人爱上铁观音 上毛孔找茶 阿姨 阿姨